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10月27日 周日晚上 德甲继续进行 拜仁慕尼黑客场挑战波琴 波琴经济德甲仍未开斋 球员士气一降再降 状态糟糕的波琴是一难逃一劫 波琴上季排在德甲第16名 最终通过附加赛惊险保俗 球队经济开局也是一场不胜 七轮德甲过后 仅得一合六负 排在积分榜垫底的位置 波琴虽然经济主场军场攻入一球 但球队防守端表现十分糟糕 军场失球达到2.33球 球队攻防失衡 马图斯比路和保亚度经济合计两次为球队首开记录 但仍无法为球队带来胜利 此一两人还因伤缺阵 让球队攻击力再度遭遇打击 仅靠菲拉和夫曼一人实在无力 肩负起进攻大任 波琴上季主场取分能力排在德甲倒数之列 胜率不足三成 虽然波琴最近一次面对败人 以3比2赢下比赛 但当时是在败人少打一人的情况取胜 再看到双方近四次交锋 波琴仅得一胜三负 三场败仗均被零封 其中二场以0比7大比分落败 可谓毫无还手之力 有见己词 波琴是异 实在无力取胜 阵容方面 还有后卫被拿度费南迪斯 因伤缺席 败仁在新帅高布尼上任后 经济德甲七轮过后取得五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目前排在积分榜前列的位置 败仁经济的客场表现值得称赞 客场攻入17球之多 是德甲客场攻击力最猛的球队 其中哈利卡尼和新元米高奥利斯这队前场组合合计在客场攻入8球之多 两人包办了球队客场进半的进球 可见他们是球队客场表现出色的关键 另外哈利卡尼过去两次面对波琴攻入4球之多 还上演过帽子戏法的好戏 此番再战波琴 他的表现值得期待 此外 拜仁上场欧冠联 被巴塞大吵 一众将士心有不甘 拜仁金账要拿波琴泄分 阵容方面 后卫沙查保尔和约瑟史坦尼西等人殷商眷勤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你的赞和订阅是我们的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